小米你怎么这么狠心呢?你真的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吗?你公公现在昏迷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呢?你就忍心见死不救吗? 请你搞清楚,究竟是我见死不救,还是你们欺人太甚了?我嫁到你们家这些年,不管你们有任何事,你留纸知道让我出钱出力,从来不找小凡他哥帮忙。 你怎么回事?你公公生病了,让你出钱出力,你扯上你大哥干什么?你大哥家有两个儿子要养,生活压力那么大,我怕他花钱,所以就没和他说,他不知道你公公生病了。 有你这么偏心的吗?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?你有两个儿子,两个儿媳妇,我大哥家条件那么好,出门豪车开着,在大房子里住着,你怕他花钱,所以就来为难我们,难道小凡不是你亲生的吗?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,一分钱我都不会再拿了,我更加不会辞职去照顾公公,你既然你这么偏心,你大儿子,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,别再拿这些破事来打扰我。 刘小米,你真是个大逆不道的东西,竟然说出这样不孝顺的话,我告诉你,你要是敢不拿钱,那你就等着我再打你一顿吧,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,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你,一定让你长点记性。 你敢,你再敢打我一次试试,我绝对不会再忍气吞声了。 我儿子当初真是瞎了眼,才娶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,你是不是忘了,我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,你既然已经嫁到我们家来了,那你就要服从我的安排。 我命令你,现在马上立刻辞职过来照顾你公公,二十万也要一分不少的带过来,否则的话,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够了,你不要再自说自话了,我是不会再任你有摆布了,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,真是太不要脸了。 好你个大逆不道的刘小敏,你竟然敢和我顶嘴,你爹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?你到底有没有教养了,敢跟婆婆顶嘴? 既然你不想辞职伺候公公,那你就再多出五万,给你公公请个护工,正好我也不想看见你。 你口气还真大,可真敢要啊,我们家连十万块钱都没有,你居然一张口就是二十五万,你是不是忘了? 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,医生让交三万块钱的手术费,你一听要花那么多钱,立刻转身就走,把我丢在医院里不管不问的,要不是小凡和我父母及时赶到,我和孩子恐怕就没了,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婆婆。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,你怎么还记恨着,我当时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,那是因为你大哥家孩子放学了,我要给他们做饭,你父母又在来的路上,我才从医院走的。 既然在你心里,大哥家这么重要,你怎么不去找他们要钱呢?我看是他们明明有钱就是不给你吧,你就是欺软怕硬,你只有欺负我的能耐,大哥大嫂每天把你当免费保姆一样使唤,而你一点都不敢反抗,到了我的面前,你就开始耍你婆婆。 老婆的威风了,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坏女人,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,你给我等着,我现在就让我儿子回家收拾你,看你还敢不敢跟我顶嘴了。 母亲回到病房,就贴油加醋的说了小敏的坏话,儿子,你赶紧回去打你老婆一顿,然后再和她离婚,像你老婆这样的女人,咱们家坚决不能要,她要把我气死了。 妈,是小敏又让你生气了吗?你别生气,就打个电话的功夫,你们怎么还吵起来了? 你这个老婆真是太不懂事了,我都要被她气死了,你爸现在昏迷不行,我也知道你们上班都很忙很辛苦,所以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来回往医院跑。 所以我就让你媳妇送二十万过来,然后再给你爸请一个护工,可是你那个老婆回答得非常干脆,直接脱口就说,没钱不去,你说就她这样的,咱们家还能要吗? 一点都不知道孝顺老人,咱们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,她竟然漠不关心,不管不问的,她的心也太狠了吧。 妈,这不可能吧,小敏平时挺通情达理的,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? 儿子,我还能骗你吗?我说的都是实话,你老婆就是这么说的,还有很多更难听的话,妈都没和你学呢,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? 好吧,我相信你,这样吧,你现在这陪我爸,我先回家好好收拾他一顿,再说了,这么多年,我的工资卡一直都在你那里,你先取出来给我爸用好了。 儿子,你的钱我一直给你保管着呢,不能花你的钱,我就想用他的钱给你爸看病,省着他把钱都给他娘家花了,要是不管他,他会把咱们家败光的。 儿子看母亲的态度如此坚决,只好回家找媳妇要钱了。 小米,你怎么回事,我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,急需要钱做手术,可是你竟然一分钱都不想拿。 你给我一个理由,我知道你身上有钱,你为什么这么小气,为什么不肯出钱给我爸看病呢? 那可是我亲爸,是你公公,你怎么这么狠心呢? 张晓凡,你自己的工资卡不是一直都在你妈手里吗?这么多年,你的工资少说,也有五十万以上吧? 你妈怎么不取你工资卡上的钱出来用,凭什么要我出钱出力的?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? 那是我亲爸,我是他们的儿子,我爸生病了我当儿子的出点钱怎么就不行了? 这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?你还要不要脸了,你自己说说,咱们家的钱有一分是你挣的吗? 你说的对,你是他们的儿子,可是我不是,我从不希望他们能对我雪中送炭,只要他们不对我趁火打劫就行了,可是就这么一点简单的要求,他们都做不到,身为丈夫的你呢,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,不管你妈跟你说什么,永远都是对的,你永远都是站在你妈那边,但是我告诉你,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管他们了,你也别再拿你家的破事来打扰我了。 我身为我妈的儿子,我当然听我妈的了,看来我妈说的对,你就是欠收拾,看来是我平时对你太好了,好到你都不知天高地厚了。 张小凡,你简直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妈宝渣男,既然你们一家都看我不顺眼,那我们就分开吧,省着爱到对方的眼。 你说什么,你疯了吗?就为了这点小事,你竟然要和我离婚,我看你就是欠教训。 够了吧你,我不想再听你说废话了,咱们明天晚上九点民政局门口见吧,这婚我是离定了,我再也不想跟你这样东妈宝男过日子了。 就这样,第二天他们就离了婚,而公公因为没有及时,交手术费没来的急动手术就去世了,婆婆也搬到了儿子的家里。 母子两人从此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,屏幕前的朋友们,你们觉得小敏做得对吗?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 刘小敏,你又跑哪里去了?赶紧给我滚回来,我昨天告诉过你,今天我爸妈要过来,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等着迎接他们? 腿长在我身上,我却哪是我的自由,用不着和你汇报,你少对我大吼大叫的,我又不是你们家的保姆。 你能不能别废话了,我爸妈还在门口等着呢,你先赶紧回去,顺便再买些菜和肉,别忘了买我妈爱吃的海鲜和榴莲。 让我买东西可以,你得先把钱转给我,你不给我钱,我拿什么买啊? 还是我妈说的对,你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,让你买点海鲜和菜,还有水果和肉,能花几个钱? 我们都是一家人,你有必要斤斤计较吗?你整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干,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,你这么缺钱,怎么不去找你爸妈要啊? 又不是我爸妈来我们家吃饭,而是你父母来我们家吃饭,凭什么让我爸妈花钱? 难道你忘了结婚的时候,你们全家让我签的婚前协议了吗? 我告诉你,如果你不给我转钱,我是不会去买菜的。 还有,以后无论让我干什么,都要算上我的人工费,你们没有权利让我干这干那的。 你作为儿媳妇,给自己的公婆做顿饭不是天经地义吗? 你居然还敢问我要人工费,要是让亲朋好友知道了,你就不怕被戳几两股吗? 不管你怎么说,反正你不给我转钱,我是不会买菜的,那就让你爸妈自己买菜做饭吧。 你厉害,我说不过你,你等着,我现在就给你转三百六十块钱过去。 你买菜的时候,记得把票据收好了,回去我要给你对账。 小米买完菜回到家,刚坐在沙发上准备休息一会,公婆就怒气冲冲地走过来。 这么久你干什么去了,你是去种菜了吗? 这么半天才回来,我和你妈在门口都等很久了,腿都沾麻了,你还知道回来。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,你们就不知道坐下等吗?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你买的东西,你怎么只买了虾和螃蟹,连点肉都没买,虾和螃蟹居然还那么小,榴莲也不够大,你就不知道买点好的吗? 这不能怪我,要怪就怪你儿子,你儿子只给了我二百六十块钱,我能买到这样的就已经不错了。 你要是不喜欢,那就让你儿子再多给点钱,我可以再去给你买一点。 还是算了吧,凑活着吃吧,你快去做饭吧,让了这么久,我和你爸都快饿死了。 小米,你还是先给我倒杯水解解渴,再洗点水果给我端过来。 四十五分钟后,老公回来了。 老婆,不是我说你,你一天在家都干什么了,竟然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,爸妈来了,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。 对对对,你说的对,就是因为我整天在家闲着没事干,所以家里才会让我整得这么乱。 给你,这是我买菜的小票你对一下,你的三百六十块钱已经花完了,你妈还嫌不够好,可是你给我的钱只够买这些。 我明明给你转了三百六十块钱,怎么变成了二百六十块钱了,这是怎么回事? 真是知人知念不知心啊,还扣下一百块钱,连自家人的钱都不放过,你还大言不惭的跟我们说,我儿子只给了你二百六十块,我看你是想省下来偷摸的给你娘家花是吧? 儿子,你们结婚前我就说它不是个省油的灯,当时你还不信,你现在信了吧,这个家迟早会被它掏空的。 真没想到你会这样说我,我这样做都是按照婚前协议上做的,你们把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,那我也要跟你们算清楚,省得以后你们说我,再说了,你们是小凡的父母,花在你们身上的钱就应该踏出。 父母,既然你们让我买菜做饭就得给我人工费,收一百块钱也是合理的,难道这也有错吗? 不管怎么说,你和我儿子都是夫妻,我们也是你的公婆,咱们都是一家人了,难道你给自己家人做饭还要收人工费吗? 我都活大半辈子了,从来都没听说过,而媳妇给公公婆婆做饭还要要人工费的。 我要是早知道这样,就算你给我做好端到我嘴边我都不会吃的,还不如让我儿子带我们出去吃大餐呢,想吃什么都有,比你做的要好吃百倍。 这不是你说的吗?让我和小凡婚后必须AA制,这样谁也不欠谁的。 我现在觉得你当初的这个提议非常好,如果你舍不得给我人工费,那你们以后就出去吃吧,省得我做完以后你们还各种挑剔。 爸妈,你们别再和他废话了,既然他已经把饭做好了,管他好不好吃的,赶紧坐下先吃饭吧。 小米,怎么只有虾和螃蟹,就没有别的菜了吗? 你还好意思说,就你给我那点钱,还要让我买海鲜和榴莲还有肉,就这些,还是我和老板软磨硬泡很久,他才同意卖给我的,我哪里还有多余的钱买其他的菜啊。 你可真行啊,现在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,竟然连一分钱都不舍得补贴,既然这样,你就不要吃了。 爸妈,你们快吃,虾和螃蟹虽然小了一点,还好都是你们爱吃的,下次再过来,我带你们出去吃大餐。 小米听小凡这么一说,气得转身去了客厅,一会的功夫,饭菜都被吃光了。 小米,真是对不住了,你做的饭太好吃了,我们没有忍住,全都吃完了。 没关系,既然我做的饭菜好吃,你们就多吃点,其实我已经想到你们不会给我留的,刚才就点了外卖,一会就送过来。 小米,你别得寸进尺,我忍你一天啊,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,希望你能长点记性,以后和我爸妈说话客气点。 第二天晚上,小凡主动给老婆道了歉。 老婆,对不起,昨天打你是我不对,希望你能原谅我,为了表达我的诚意,我特意买了你最喜欢的礼物。 我真是受宠若惊,你居然会和我道歉,还送礼物给我,我看你是没安什么好心吧。 老婆,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?我是诚心诚意和你道歉的,没想到你居然会这么说我,我给你买这个礼物就花了我四百多块了,你就原谅我吧。 你不要再说这些没用的了,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,别一天到晚的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事。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,我只是想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我妹妹,过户给她之后,她的孩子就能在这边上学了,到时候她的孩子就住在咱家。 老婆,我是这样想的,你带一个孩子也是带,带两个也是带,还不如带两个孩子呢,这样两个孩子在一起还能有个伴,你带孩子我们也放心,以后就有你专心照顾两个孩子。 你看行不行,我妹妹说了,她每天忙着上班,没时间接送孩子麻烦你多费点心,她不会让你白忙活的,每个月给你五百块钱。 你脑子有病吧,我凭什么帮你妹妹看孩子,你们不仅想要我的房子,还想用五百块钱就把我当保姆一样使唤吗? 我可没那功夫管闲事,等我们的儿子上幼儿园了,我也会出去工作的,我以后也可以自己挣钱自己花,再也不用看你们的脸色了。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,好像我平时虐待你似的,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,我在跟你好好商量的时候,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,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 希望你不要触碰到我的底线。 你少拿这话吓唬我,你以为就你有底线,我就没有了吗?我真的受够你们一家人了,你妈让我们平时吃的穿的用的都要AA制,就连我生孩子的钱你都和我一人一半。 你爸每天装作很讲道理的样子,其实他在背地里经常说我的坏话,你妹妹每次过来不占点便宜,她都不会走。 AA制都是写在婚前协议里的,当时你也是同意了之后才签的字。 既然你当时签了婚前协议,现在就不要埋怨。 都怪我以前太年轻了,不懂得人心险恶,稀里糊涂的就相信了你的鬼话,认为你只是做个样子给父母看,真没想到你居然真按着上面写的做。 我这么做都是被你逼的,还不是因为你花钱大手大脚的,不该花的也花。 我要不这么做我们俩早就喝西北风去了。 你说话要平良心,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乱花钱了? 自从跟你结婚后,我连一套像样的衣服和护肤品都没有。 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我闺蜜给的,难道这也叫乱花钱吗? 我的钱不是花在家里了,就是花在你和孩子的身上了。 我还没说你呢,你竟然先说起我来了。 老婆,你以后就在家安安心心好好照顾两个孩子,我让妹妹再多给二百块钱,我以后也尽量不和你AA制了,这样总可以了吧。 如果这样再不可以的话,那就别怪我给你来应的了。 我真的累了,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,我们还是放过彼此吧,明天我们就去把婚礼了,你以后去跟你妈过日子吧。 没想到,她在门外听声的婆婆突然走了进来。 刘小米,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?竟然为了这么点小事,就敢和我儿子提离婚? 你只要答应把房子给我女儿,并且照顾她的孩子,这事我就当你没有说过。 我实话告诉你吧,要不是怕对孩子有影响,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。 现在我终于想清楚了,你们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,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和你们一样。 还有,我以后不会再委屈求全,看你们脸色过日子了。 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?走吧,你想走就走吧,我看你能去呢。 再说了,你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要是离开我儿子,你怎么生活? 我丑话说在前头,要是你到时候后悔了,我们家也不会再要你了。 你明天走,后天我就能给我儿子找个比你好一百倍的。 小米懒得再和他们继续争吵,抱歉孩子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